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最好 你先去忙吧 皇家 门法 腹部牵一发而动全身 行事混乱得很 出长安之路必定坎坷 现在万事俱备 只待时机一到 布局就会马上启动 就算以血在中护送狮子 燕北的意识也不会皱下眉头 只要世子能潜出长安 安全到达燕北 几日不见 母妃清俭了 家门不幸 实在是睡不安稳 事已至此 还望母妃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儿臣自幼失去了母亲 是母妃将儿臣代大 母妃就是儿臣的生母 魏大人就相当于儿臣的亲舅舅 因此 父皇才命宇文月不将事情告知儿臣 若儿臣早点知道 这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是她自己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还好宇文月保住了叶儿 要不然 我们魏家就要绝后了 母妃不怪罪就好 听闻这几日 大梁太子肖策要来 父皇有意将淳儿嫁于她 是 我也正在为此事担忧 听闻此人风平极差 嫔妃无数 若是淳儿真的嫁了过去 我怕会受委屈 我是绝对不会让淳儿 嫁去大梁的 母妃可有办法 就是想问问 你的意见 母妃请说 我想让淳儿提前订婚 母妃是看上了哪家的公子吗 我们会先别把她的意见 我们会再跟她们一起 我是否都可以 公主 您小心手 母妃说了 女孩子就应该多学习 你看 怎么样 我们公主当然心灵手巧了 果然是心灵手巧啊 七哥 淳儿 七哥 你今日怎么这么空闲啊 你是来看我母妃的吗 是 可是你都不来看看淳儿啊 那是因为淳儿太忙了 七哥不便打扰 我有什么可忙的呀 我整天就在后花园里面走一走 做做女工什么的 淳儿 七哥向你保证 你很快就会忙起来了 别着急啊 忙 我有什么可忙的 忙婚事 淳儿 你这么大了 该嫁人了 哎 七哥 你笑话我 七哥可没有笑话你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是应该的 况且 七哥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儿子早就会走路了 可是谁会喜欢淳儿啊 谁会娶淳儿呢 我们家淳儿长得这么漂亮 那喜欢的人肯定多了去了 我来看看 七哥 是不是我母妃跟你说了什么呀 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你偷偷告诉我呗 淳儿 此事还是让母妃亲自告诉你 但是七哥向你保证 此人一定是知根知底 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阿楚在萧綦營一切還好嗎 一切還算順利 香王殿下把他派去了秀麗軍之中 那些人已經是一群廢物 阿楚去對付他們 應該還是容易一些 秀麗軍 劉子葉死後 他們由誰來統領 主帥 叫薛智冷 是城防營副帥薛露的兒子 聽說把他們欺負得很厲害 原來秀麗軍軍中的將領賀霄 現在是軍中的副統領 是他們的主心骨 我們去看看阿楚 看什麼呢 沒什麼 等人啊 之前一直以為你是塊木頭 沒想到你也有春心萌動的一天 我是差不多了 該走了 你這什麼脾氣啊 有沒有點大將風多啊 你躺到一個皇子 成天說三道四的 你有風多 龍子龍孫也是凡人 也會有七情六欲 說實話 這女孩不錯 有勇有謀又有氣度 出手都不輸男子 這樣的女孩難得 不過人家那份情意 不是對你的 當年顏巡在九游台 他落成如此地步 他一個小小的女子 能夠圍著他 避對眾人 三年街下酒的生活 生死欲共 这份情谊 你逼得了吗 下花再美 不在你手中又有何用啊 我看着便好 看着便好 看着她在别人的院子里 绚烂多姿 玉文月 你是何等身份 有必要为了这样的女子 自甘堕落吗 自甘堕落 没觉得 我吃饱了 你慢用 你怎么来了 不怕别人看见吗 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你在军中好不好 怎么 不欢迎啊 我不是烧信给你了吗 没看到吗 听别人说我不放心 我想来亲自看一看 你睡得好吗 吃得惯吗 有没有人欺负你 欺负我 我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我不欺负别人就算不错了 看你这精神劲儿还挺好的 这是什么 送给我的吗 我先你想想去 你坐在哪里 这 不是 我闹着你 我都不想了 我们去 我闹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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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自己来就好了 拉弓要准 开弓要稳 胳膊要保持平衡 保持一定的稳定 射出要果断 不要二次瞄准 也不要犹豫不决 身法要正 用力要平 念弓得法 弓满事成 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好 好 好 宇文将军 宇文将军 这剑是谁射的 是 属下 公 是 好 太棒了 好啊太棒了 你的剑法还不错呢 将军的剑法更是出身入化 我當然知道 好香呢 去了兵部 今天是發響的日子 我看你們這些宮都老化了 待會兒找個人 拿我的手令 去領一些新宮 諾 就他吧 丑教堂 快去啊 就是啊 快去啊 快去吧 快去 不是說給我手令嗎 你倒是寫啊 你不言莫 我怎麼寫 你 我記得上一次在青山院 你說過 那是最後一次伺候我 真是山水有逢 才過了幾天 我們又見了 是 幹什麼 手痠了摸不動了 軍營裡的生活 你還習慣嗎 關你什麼事啊 你和上司講話 就這種口氣啊 上司就該說上司該說的話 上司才不會像你這樣 無理取鬧讓下屬去摸摸 一看你就沒在軍營裡待過 上司若想無理取鬧 方法有很多種 嚴末算什麼 寫吧 供你寫一本書的了 對了 那個薛智冷是薛露的兒子 薛露正是城防營的副帥 你沒事的話 盡量少招惹他 你一個女人在軍營裡面多有無便 一旦有機會 我會把你調走 所以你也盡量低調一點 不要老想著被煙燻做點事情 要知道 這裡是我的營 你們做什麼事 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你為什麼要幫我 你指的是什麼 我進秀麗軍營中 絕對不是偶然 聰明 我若是傻的話 我還能活到今天嗎 既然你這麼聰明 就盡量抽身事外 畏光的事 我已經幫你們擺平了 記住 就這麼一回 你家主子所突太大 我怕你引火燒失 難道要做一代弊嗎 這達成目的的方式 有很多種 是非恩怨就擺在那兒吧 往前走也許還有一條生路 如果原地踏步或者做一代弊 只有粉身碎骨 萬丈深淵 或許你們往前走也走不通 我不會讓你們如願以償的 不是是怎麼知道 我勸你 別太固執 這不是固執 這是堅定 公主 維山姑姑 我母妃叫我呀 是啊公主 您趕緊進去吧 娘娘請的客人已經到了 就等著您一起用晚膳了 還請了誰呀 公主您忘了 娘娘前幾日不是說過 要為您尋一位如意郎君嗎 好了 趕緊進去吧 宇文月 公主 公主 母妃 冰陀子她怎麼也在這兒 你不想要去 她們和你也在這兒 公主 公主 母妃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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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s 公主 公主 这菊花酒是重阳碧饮 再过几日就是重阳节了 我还记得这坛菊花酒 是去年大良帝送来的 以白菊软苗 应该倒墨而成 入口可还清香啊 好喝 不如呢 这大良帝也真是风趣 送酒的时候还附了一首诗 香乎蹄框采菊珠 朝起露诗沾罗乳 母妃 母妃 儿臣敬您一杯长寿酒 祝您崇燕安康 岁岁祥锐 也敬宇文将军一杯 快点儿啊 岳公子 传儿也敬你一杯 谢谢公主 不好意思 本公主失了手 看来这杯酒 咱俩是喝不成了 真是没有缘分啊 我有点头疼 你们二位随意吧 恭送贵妃 儿臣恭送母妃 母妃早去歇歇啊 赶羽 怎么样 冰陀子 感谢我吧 让你及早抽身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多谢了 你什么态度啊 我虽然说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可是你听到我这么说 也没必要这么开心吧 我应该什么态度 我很痛苦 我很伤心 没有得到我美丽的公主的青睐 真的是太遗憾了 是很遗憾 丁驼子 我今天才发现 你也有那么一点可爱 干杯 你也有那么多 我好像不太太 我给你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给你 你不认识 就不要做出 让贵妃娘娘误会的行为 尤其是为了出宫 而一路跟着我走 万一让娘娘觉得 我们相处得还可以的话 求皇上赐婚 不是很麻烦吗 小狐狸 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你猜得到 好了好了 你走吧 本公主不需要你 这样可以出宫 好 回来了 怎么样 见到船人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 我 我不知道 是你和魏贵妃商议好 将淳儿许配给我 对 是我 多管闲事 怎么 不喜欢淳儿啊 都不能 你为什么不喜欢 不为什么 配不上 是为了楚桥吧 玉闻月 先不管他是不是看得上你 就算他愿意跟你 你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你是大驻国的亲生儿子 宇文家的掌房嫡孙 你们家族怎么可能 让你娶一个奴籍出身的女子 关你什么事 就算你能说服你父亲 你不想想 他是什么身份 他在英歌小院 跟颜巡孤男寡女待了三年 该发生的事情早就发生了 这样一个女子 凭什么让你值得为她这样 站住 我实话告诉你 燕巡他必须死 我绝对不会让燕巡活着离开 到时候殃及于职 他也不会有好下场 当年皇上要杀定北侯 你是满朝上下 唯一一个上书反对的人 可此一时彼一时 定北侯当年是国之重臣 皇上要杀他是因为自己的疑心 我当然不会同意 可现在燕巡 他满腔仇和一身戾气 如果让他挣脱老龙 防护归山 那么大战立刻变起 北将将永无宁日 我身为皇子 帝国将军 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文月 宇文月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三年之期将至 留给我们的时间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 万全的准备 越是不可能的地方 越容易出差错 所以我们需要 对一切应变有所准备 我们已经在朱雀大街 做好了布防 长安各部也安插了人手 应该难以攻破 出不了城门 所有的部署 也就无济于事了 看来只能浑水摸鱼了 到时候 我们在城内制造骚乱 引开守城士兵他们的视线 然后 趁乱乔装出城 也只能如此了 皇上命我率部迎接大梁太子 诸位都准备一下 随我一起前往 殿下 这可可不是什么美差啊 我听说啊 这位太子 打小就是 凡是男人经手的东西 他一概不破 为了养活这个奇葩 他那个可怜的父皇 可是操碎了心 就连他平时吃的稻米 蔬菜瓜果 都是在后宫开出一片沃土 由那些妙龄少女亲手栽种 他才方可下宴啊 这剑康到长安快马一个月 就算是坐马车慢行 两个月也可以到达 可这位太子生生提前准备了四个月 方才上路 到现在还不见踪影啊 是谣传吧 毕竟是一国太子 不会这么离谱吧 还有更离谱的呢 像我大魏的皇子 如殿下 大都有戍边的经历 跟随着军队 什么草地 荒原 大河 山剑 哪儿都去过 可人家这位太子 过河先搭桥 逢草原 先开荒 山路不走 沙漠不走 五十里内无城镇也不走 殿下 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不好伺候 殿下 前方驿站报 太子夜里踢背 害了风寒 已经折返了 奶奶的 这个龟毛太子 罢了 既然见到他人影了 总是要去迎接他 他 他 他不肯见殿下 说殿下刚从前线回来 身上煞气太重 会使他的病情加重 而且这些话 也是他身边的宫女 转达的 这 这几品太子 是个不跟男人说话的男人 这可如何对付 是 怎么说要所谓呢 还是女儿啊 和女儿的 描述 那就是了 糟了 那我这个人 比你还要 他还是美女儿 他没变得到 哪儿 跟俄姐姐 辅姐姐 青姐姐啊 更是没法相比 我跟你说 主子说了 能让你绿俄说这番话的人 肯定是个绝色美女 男的嘛 就放了 那女的留下 太子要问话 听到我辅姐姐的话了吗 男的走吧 女的留下 我说话你们听不见吗 一群蠢货 我看你腰间也没有预牌 说明你不是氏族 一个韩族女子 能有这个待遇不错了 你们几个快走吧 哪里来的黄毛丫头 不知死活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会一个小兵罢了 快快快快 走吧 你这个女人 你这个女人太狠心了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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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强 你干什么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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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你没事吧 太子 太子 殿下 本帅玉下不言 多有得罪 我说你是疯了吧 竟敢毒打太子 简直胆大包天 这次他闯了大祸 向王殿下 要重重处罚他 殿下 居心叵测 以下犯上 你们几个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给我滚 你 不可以对殿下无礼 不过这件事 我们是不会这么算了的 定会派使者前来长安咨询此事 至于这位姑娘 殿下若拒不交人 我们也无可奈何 那就请殿下先替我们勘押着 我们来日再做指教 太子 小心 太子小心 太子小心 慢一点 好好保护太子 若再有什么差池 军阀处置 诺 回去 诺 诺 殿下 末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还请殿下责罚 楚桥自知犯下滔天大祸 无力回天 但是一人做是一人当 不想连累将领和军事 好样的 干得好 干得好 小翠这小子 早就应该收拾他 什么大梁太子 欠个娘们 正是穿红带绿 看得我多恶心 毛病那么多 就该有人杀之 诺丫头 干得好 有人想对付你 得先问问我们才行 殿下 虽然不知者不罪 但是 我毕竟还是打了大梁的太子 何况他是来和亲的 就算再不计 我也应该 去道个歉吧 你打他了吗 打哪儿了 我怎么没看见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 没看见 不过你这丫头够傻的 你要打他 你倒是给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再下手啊 是啊 殿下都给我们研究好了 这小子只要一上路 我们就捡个人少的地方 扣个麻袋 揍得出气 没想到啊 你比我们手还快了一些 其实啊 我们早就到那里了 只不过没露面 你放心吧 既然你现在是我的人 又是为了保护属下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传我命令 今天谁都不可以离开萧綦营 如果走漏了风声 别怪我手下无情 诺 七哥 这回可折腾死我了 就那个潇洒真不是什么善主 我好歹是一个皇子啊 我跟他一比我是什么呀 这个我折腾的 大半夜的告诉我 屋里不通风 他待着不舒服 好 我想了一切的办法 给他弄通风了 你知道弄通风了 他说什么吗 他跟我说屋里通风了 他冷 大早晨起来 说屋里的宫女丑 我说好 没你的好看 我呢 给他找了一些 资质极佳的宫女 他有钱人家 不会吟诗作对 顿顿饭呀 都是各种的挑剔 喝茶只喝三日内的心肠 最逗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门口的侍卫脚底下 没有垫棉垫 他说把它给炒着了 真的 花样无穷无尽的 他有没有跟你提 楚桥打他的事 阿楚把他给打了 原来他那个鼻性脸肿 是阿楚打的 节气 太节气了 他果真对你一个字都没有提 一个字都没有提 不过给我我也不提 一个大男人 被一个小姑娘打成那样 他还有脸提呀 我之前以为他是个 半猪吃老虎的高手 没想到 他还真就是个变态 简直让人不可理喻 七哥 你闻见了吗 什么 那个变态的气息 又来了 又来了 啊 啊 啊 怎么样 笑不笑啊 看我今天穿的 是不是还挺上档次的 好 厉害 他还没来呢 你不会没告诉他吧 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杯池参见两位殿下 这么粗鲁啊 是我呀 你不认识了 这 太子 大胆 把手松开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喊什么呀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本太子亲典的侍卫 太子 你挨打没挨够吧 我对他非常满意 我和你也想知道 你信他 不信他 他被你帮助你 他也能帮你 给你帮助我 他应该来 那些人 不信他 能帮助我 立即你来 你帮助我 太子殿下 楚桥当然有所冒犯 还请您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怪罪 原来你叫楚桥啊 那我叫你桥儿可好 或者小桥呢 楚桥身份低贱 贱名不足以让殿下可以 还是叫你瞧瞧好 这样显得更亲切一点 殿下 您到底想干什么 不妨直说 你家中还有何人 父母尚在吗 有兄弟姐妹吗 你几月生的 今年多大了 我是七月生的 今年二十有一了 已到了婚配的年龄 太子殿下 如果是因为 当日楚桥 对太子殿下的冒犯 才让您今日有这般举动 那楚桥甘愿受罚 对了 你的祖籍在哪儿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皮肤又这么水嫩 不像是卫人 倒像是我们大梁的女人 太子殿下 咱们能不能正常点说话 生气了 生气都这么可爱 我真是太有眼光了 太子殿下 您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全部 你的全部我都喜欢 又或者 您是想利用我什么 您若是想杀我 有很多种理由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萧气营剑术教头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瞧瞧 我对你一见倾心 你这样误会我 我会伤心的 瞧瞧 我手冷 你能帮我暖暖吗 我会伤心的 你得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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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没事 这个马车走得比人都慢 这么稳 太子都能飞出来 真厉害 阿厨真厉害 走 瞧瞧 你也太心狠手辣了吧 这么对你要保护的人 男女有别 请殿下自助 我 你继续 小姐 你帮我上药吧 我这是为你好 你想啊 若是别人发现我受伤了 你肯定受连累 我这药 消肿去瘀很灵的 一涂就前想 你可想好了 真的要我為你塗藥